你不认识 可是我回国这么久以来 家里连三发生的事情 你有没有往心里边去 我一清二楚 你往心里去了吗 我有往心里去 我往心里边去的 不是这个场子有多困难 我难受的是 我 你 赵益勤 还有我们这一群人的关系 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所以你身心疲惫 用工作麻痹自己 差点把自己累死 对吧 可能你自己 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我感受到了 沐建峰这段日子不管发生了什么 时间 都会让一切误会 一切不快 过去的 但是人要是没了 这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如果你认为我也算是来帮你 那我是作为一个医生来的 我不想看到这个场 变成你的葬身之地 我说这话不是吓唬你的 我在医院见了那么多的生生死死 不管你拼命为了什么 人在就有价值 人没了就是一把灰 你 你懂吗 我懂 莫大夫 留着青山在 不怕没缠绍 但是钱 我还是不能白给你使 因为我没有把钱 给你白使的交情 股份 我是必须要的 来 小莫大夫 你好 刘伯 你这小子 你是不是一直在门口听着呢 没有 厢长 那个股东大会到点了 你去不去了 去 马上就去 好的 这臭小子 行了 有这帮战友跟着你 你还能继续当你的老虎连连长 多好 有什么困难能难住你呢 所以我今天来其实是看好你 也看好你们场 所以牧厂长 签字吧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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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能签 不改的话 不能签 牧建峰 你想有什么资本跟我还价啊 跟不你说的 生意吗 既然你看好我们 主动权在我 你还真不客气 是吧 我觉得啊 我们大家伙 还得劝劝厂长长 他刚还完高利贷 现在又要筹钱去打广告 这万一要没作用 这不白折腾吗 就是啊 我看这事还是稳妥点好 业务啊慢慢跑吧 对 这该说的我都说了 他不听啊 一会儿啊 你们说吧 我都听见了 你们接着聊 别停 好 你们接着聊 别停啊 怎么没人说话了呀 我们说的你也都听到了 大家伙的意思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意思 厂长啊 反正啊 大家伙都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大家的担心 你也都听到了 你就直说吧 你是怎么想的 行 反正这事也不复杂 那我就直说了 咱们华耀厂呢 是个小厂 我进来的时候 业务员才七八个 但是我进来了以后 就翻了好几倍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的交换机 还去不了大城市 还去不了主要的电信局 因为咱们的技术 还达不到人家的需求 所以我们要壮大 就需要人海战术 那倒是 不过我们现在只能跑工厂 医院 学校这些地方 拿些小订单回来过日子 医院要是少了 喝西北风都不关宝 没错 但这只是第一步 从局面上来看 这么生达苦仗硬仗 不是办法 咱们得找个 事办工贵的方式 广告 就是这个破局的方法 大家也都看到了 咱们的华耀 刚刚复工不久 我们的苏总工 可是个宝贝啊 立竿见影 就收到了效果 对不对 对 虽然仍然还没有突破 技术壁垒 但是 只要在产品技术上 每推进那么一行步 咱们的订单 就多收到不少 我们的订单越多 反过来 能够给苏总工的支持 就越大 我们厂就靠着这个 一步一步壮大 可是谁又知道 我们的产品技术提升了呢 我们现在只能靠着业务员 一个一个去除 可是其他厂 也都是这么干的呀 瑞克就不是 人家是大开大口 我研究过瑞克的发展史 到了我们这步 就必须按照人家成功的例子 一步一步走 那就举手表决吧 看看有多少人同意你的想法 这终究不是小事啊 行 反正 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 咱们大股东 也基本上都在这儿了 那就投票表决 同意的 请举手 举啊 举 没人了 还有我啊 对了我忘了给大家介绍一下了 这位是茉莉女士 她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 选择了坚持相信我们 所以她现在 也是我们华耀的大股东之一了 我终于做广告 得 这会儿大股东都够数了 只能这么办了 做广告 好 来 再举一次手 行 现在大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那就通过了 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呢 没有讨论的怎么定了 散会吧 请坐吧 请坐吧 大股东 这手续刚办完 您就跑到股东会来作证了 赶上了 就进来说两句啊 你也真是的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就下举手支持 虽然这十年我在国外读的是医学方面的书 但是其他的我也什么都看看 什么 华尔街啊 硅谷啊 也都去过 你那是去旅游吧 不懂了吧 读完诀书 行完理路 后半句是 管他走马光花 还是游刷玩水 都是长见识的 不服气啊 打广告不再钱都钱少 关键是 你的诉求 和广告的渠道是否 匹配和契合 打广告是对的 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 酒香不怕巷子生这一套 有点过失了 所以 我举手支持沐总打广告 为了我的资金安全 你必须好好活着 睡不着 吃呀 合着你就是上课来了给我 莫莫莉的元首 使沐建峰解了燃眉之急 也使两个人的关系 变得愈发亲密起来 十几年过去了 两个人之间第一次 没有了郭东海 没有了赵一景 他们的心里第一次 只有底子 沐建峰和莫莉 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 追求那份 已迟到了许多年的感情了 我愿体验那飞落扑获的快乐 既然萍水相逢 却不轻易放过 许多年后 我们这山上还有兔子呢 好 辛苦了 成林啊 我正找你呢 刚才三号房的客人跟我说 昨天晚上可能有点着凉了 今天总打喷嚏 问啊能不能给带点感冒药 行 我摘完菜就去闹啊 您好 我有个朋友 昨天晚上着凉了 有点感冒 吃什么药好 他头疼吗 头疼倒没有 就是打喷嚏 打喷嚏 咱就拿这个吧 这个效果不错啊 这个 这个毛非常好 好嘞 行 麻烦您了 好嘞 那给您抓上 老周吗 补玉啊 怎么样了 钱凑齐了 程良被我逼得没招 管他做肉鸡生意的那个 战友开口了 他那个肉鸡大亨借了我们一多半 剩下的我找亲戚朋友借的 这什么呀 投资协会牵头的慈善晚宴 感兴趣吗 不感兴趣 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一个人 参加这样的慈善晚宴吗 太凄凉了 好 这个 都什么人去啊 有 投资公司的老板 知名企业的领导 还有慈善晚宴的负责人 应该都会到吧 去的人多了 少不了 这次他们联同外商也一块邀请 所以场面肯定消费 是必须得有这个邀请行行 才能出席吗 也有一些企业家 愿意支付入场费 买参加企业 为什么 这种场合招商引资交换名片呢 你这不是慈善晚宴吗 这不赚钱 哪来的负责慈善呢 交换名片 管用啊 管用 你们这些奸商 你可别算上我 我最多也就是个凑热闹的 行 那我去吧 说定了啊 我先走了 你吃早饭了吗 你这个女人太虚伪了 我师傅还照相 来 来 能不能快点 能不能快点啊 能不能 这点吃那么长时间 来陈娘你好什么 陆约 顾玉 顾玉 干嘛呀这么着急 赶上救火 防患进村了 干嘛 别急别急 村口 车太暴了 正修认她 真是太好了 还好老天有眼 替我拦住这第一道 这样 你去替我拦住她第二道 把她拖住了啊 我这就去范家签合同去了 我怎么拦她呀 你怎么拦她都行啊 你只需要把她给拦住就可以了 她换都没拦住她 那谁还能拦住她呀 那这样 我去拦住她 你去范家签合同去 合同呢 早就给范家了 就等钱到咱们账呢 要不敢跟他们签合同吧 行 我自己签合同去 快点快点 山什么山 我又不是疯狂没卤子 快点 这么慢啊 冯总 你这么早就进村了 早吗 你这么一大早来 办什么大事啊 你怎么知道我办大事啊 那冯总办的事 哪真不是大事啊 是吧 也是 你看看 今天空气多好啊 反正他们修车呢 我带你去山上溜溜 这么一大早的 咱上去呼吸呼吸吸 鲜空气 反正你也没事 那你不跟我去转转去 我可溜不了玩 都怪您 让我穿那么高鞋够 走了 走了 芳总 走 好 您要是对我们的产品 不放心 随时欢迎您 莉菱华药亲自测评 行 那么就等您的 好消息了 一定一定 放心吧 好 合作一块 再见 成了 太好了 看来这个广告 真起到效果了 快打正着吧 还是人家莫大夫说得对啊 这茶火里的饺子没用 还得敞开盖子啊 往外倒啊 哦 人家莫莉大夫说得就对 我说的 你们就当耳旁风是吧 你说得也对 拿去 给老孙 让他准备一下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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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要是没事的话 晚上六点来一趟医院吧 我有事跟你商量一下 行 怎么样啊 何通鲜了吗 牵了个屁 我就知道我指望不上你 我好不容易把冯焕给拖住了 你不赶紧抓紧时间去范家找人签合同啊 现在好了啊 八成啊 冯焕去找范家那口子馍去了 人家 早就见过面 合同也签完了 是这么回事 我忘了跟你说了 那叫冯焕的亿万富翁 派人来了我这儿好几回了 他怎么说 签了呗 三十万签了 老半家的 一直吊着咱们 其实暗地里搞了个拍卖 一会儿抬抬咱们的价钱 一会儿抬抬摊摊子的价 价钱抬够了 合同也就签了 那我们只能去求冯焕了 去求他 别把度假庄园 盖在咱们院墙的边上 把我们活活几对官司 这事干嘛不去找小赵帮忙 找小赵 对啊 你想 小赵现在 在冯焕手底下干活 除了他 还有谁能跟冯焕说上话 喂 您好 您好 请问您是赵一琪女士是吗 我 我是 您好 我是超市的 今天我打电话通知您 就是告诉您面试合同了 星期一 你可以到我们超市来上班了 好 我知道了 星期一 我会准时到的 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 就在这儿说 给 这什么呀 你不识字啊 我知道 我是说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我一没钱二没钱 就缺顿饱饭的主 你请我去大排档还差不多 请我去拿门子慈善晚宴呀 你这个信儿还真不是白信的 木头啊你 在这种场合 你能认识多少投资方啊 不比你打那些小广告强多了 人家那些大资方 哪儿看得上我们这种小企业 看不看得上你这种小企业 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我打听过了 每个企业家 有十分钟演讲的机会 你完全可以借这个平台 好好地推广一下华耀的技术 台下哪怕有一家资方 看上了 听懂了 就算没白去 好 就算我不白去 那人家也不能白请吧 毕竟是个慈善晚宴呀 我这刮羊头卖狗肉的 好像也不大合适吧 是吧 放心吧 慈善我帮你做了 啊什么啊 一分钱不花谁邀请你啊 那这几分钱呀 三万 什么 害什么呀你 很迟啊 不贵啊 你没事吧 不贵 很贵好吗 茉莉 可能这三万块钱 对于你来说不贵 可是你知不知道华耀的工人 一年的工资有多少钱 华耀的情况你不是不清楚 举步维艰 一穷二白 会计要是哪个月发现 华耀有三万块钱的富裕 他能乐得从凳子上 直接蹦起来 好吗 你这头脑一热大笔一灰 三万块钱直接滑出去了 三万块钱十分钟 我这不是发言 我这是发钱呐 你喊完了吗 沐建峰 你的眼睛里边 能不能不只看到价格 能看到价值吗 一个大男人 就这点眼光跟魄力啊 我何止现在看不到 我将来也看不到好吗 我就是一个 没见过世面的土鞭 打从你见过我 认识我那天开始过 就是这个样子 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要是看不上我 咱们俩现在就掰干净了 好吗 你放心 你的钱 我砸锅卖铁 上房子接吧 我都会还给你的 不可理喻 我脑袋发热 我一想添开 我信了你的血 要掰是吧 掰 掰 赶紧 你还有病吗是不是 我没病啊 我要是病也是恶病的 你饿了吗 吃饱了 不饿了 你不想我在这个地方 给你拉拉扯扯 把那么难看 你怎么着 怎么着 去哪吃啊 这个点神仙都饿了 我又不是神仙 你是吗 怎么你不知道吗 你是我们花药的救星啊 你是花药的大救星 我的活菩萨奶奶 我按理说 我得供着你才行 你不怕供不起我了 供不起也得供啊 我砸锅卖铁我都得供 说吧 今天供您什么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嗯呢 谢谢 谢谢 阿阿 谢谢 有什么推荐的吗 向金刚跟 跟又风机 是本年的招牌才是 莫莉啊 你先点着 我去趟洗手间 去洗手间 滚 来 乐宝 你现在马上我想办法 凑一千块钱来 我在那个 山海路上的 意大利餐厅 这么久啊 久吗 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我就随便点了一点 一会儿上晚 不会不爱吃吧 你点的我都爱吃 今天说我不对 说我胡说八道 你可千万别生气 反正 以后像这种事情 你都得提前跟我商量一下 行吗 不是要掰吗 哪儿来什么以后啊 你还当真了 我就算真的想掰 我也得掰得起啊 华耀屋顶上的娃子 我就被我给接光了 没得接了 再说 如果我还不上钱的话 你不一样还是华耀的大股东吗 既然你承认我是大股东 我就有决定权 我认为对的事情做就做了 事实商量 什么也做不成 那也得翻事 你是股东 我承认 但是经营权在我 像今天这种 商量就不商量就花钱的事 你这真的是越线了 好 行 我知道接线了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参与 或者干预经营 但这一次的慈善晚宴 我仍然觉得是个机会 那不也没辙了吗 钱花都已经花了 那还能怎么办呢 终于回来吧 不能 达文雷先生 这是您点的牛排 你这还没做熟呢 您点的牛排就是这样子的先生 不好意思 您不爱吃啊 我爱吃我最爱吃牛肉了 在热调馅里 做什么 4个 5个 但是 毫无关 我来吃牛排 都很多 冤极 就是 你看你 你怎么就把账给停了呢 说好我来赔罪的 你把他偷偷给买了 你把那些牛肉都吃了 就算是赔金了 我看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 可以把那些牛肉都吃光 说实话 那个牛肉也没那么难吃 赶紧回去吧 回去写你的演讲稿 三万块别浪费了啊 我送你回去啊 不用了 我打车 慢点啊 拜拜 听我命令 立正 向后追 跑步走 目标 家里边 床上 睡觉 是不是 坑 转门 转门 转喽 靦 转唱 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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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主任 食物床的病人请您过去 有什么事吗 说是要办出院手续 可是早上的化验结果 还不太好 都是奶奶 你听我给你念啊 通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国产交换机的技术发展 更是通讯事业发展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事实上 经过长久以来的努力 我们的交换机技术 已经有了长足发展 生产也出具规模 你这哪是在演讲啊 你这是做报告啊 你听我说完吗 不行 你连我都打动不了 怎么打动脂肪啊 打煽动我还在好点 星期六早上八点 去建局图书馆见吧 干嘛呀 读书 我还不想打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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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到底在笑什么 真没什么 我就突然想起来 以前在图书馆的时候 你还帮我藏过书呢 你还记得吗 必须记得 挺好的 好 好好记着吧 想一想 你都欠我多少人情 今天生活不小啊 总算是把稿子给弄完了 干嘛呀你 无精打采的 手上笔根不错 肚子颗粒无收 坏了 我错了 我把这茬给忘了 拖累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吧 那个 今天我请客 好 说吧 你想吃什么 今天随便点 我说真的 那就 那个吧 吃那个 怎么了 红薯也请不起 行 你先上车 饿饿饿老 啊 赶紧吃 天热 还可以捂捂手 来 我帮你拖啊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没事 谢谢 谢谢 怎么样 我挑的还行吗 小心烫啊 我 我真的可以自己来 没事 没事 拿着手小心点啊 好吃 好吃 好吃吗 我觉得美国的时候 最想念的就是这个 想这个 红薯啊 在美国这些年 你真的还好吗 哎 谈不上好也谈不上不好 反正我把大部分时间 都给了皮书馆 什么表情啊 你不信啊 美国的博士不是那么好念的 我也以为你在美国这些年 是去享福的呢 我哪有那么多福品想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 一定要读博士吗 因为我知道那是我唯一 改变命运的机会 虽然这十年很孤独 不过像我们这样的人 一谈到孤独好像就觉得很矫情啊 因为至少还有机会 所以 我不是在学校读书 就是在读书馆看书 这样可以消耗掉 多余的精力和情绪 反正像我们这样的人 你去巴基斯坦十年 我去美国十年 别人都认为我们是 度了精会来的 只有我们自己在知道 脱了层皮 只有脱了这层皮 才能脱胎换工 对吧 没有过等会儿 我连脱这层皮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我真敢感激他的 我真感激他的